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球迷朋友们赶紧点击下方买一得二按钮来抢购吧 这球谢文能插得非常漂亮 但这球在射门的时候 后排插得还是比较漂亮 这球射门的时候还是用力过门 这就可以轻轻 其实是左脚 如果不用发力 只要端过守末园的头顶可能就进了 帕特急小尔匙和自己的助手谢文刚才有一个交流 看看这次 好球 倒钩的 keeps 球进了 这个球太漂亮 太强势了 这个可以锁定本轮的最佳进球了 没错 先看看这球应该不越位 这球增下来 哇 你看这球腾空 而且他这球有腾空啊 就地你看这个倒钩打得太漂亮了 没错 第一时间你看根本都没有停顿 这球手面太近了也没办法 刚好这个位置 石破天津啊 真的是 这个球因为是背对球门的一个倒挖金钩 其实它有一定的隐蔽性 所以拒绝靖浩很难去快速做出反应 这架传承球落下来之后 裁判单臂上去 就有越位的起 越位了 也要是在中路的这一下 郑浩浅是处在越位位置上的一个回接 定位球 卡卡找远端的队友 好 头球一摆 越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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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面的那个边期已经提前起了 这个球还真是出球一瞬间有一名泰山队球员倒地了 刚才我们看到背身一勾啊 还是没有能够感觉可能有点越位的嫌疑吧 就是马上 这个球程度完成的不错 再往门前传 好机会 这次防守啊 贴得非常好 安东尼刚才这次防守对这个球注意力不够集中 叶道池这一下如果要是不跟进的话 谢文能这脚射门会很有威胁 看看下一步 内切 外围选择一脚远射 打得比较正 今天首发的贾不炎在左路 其实还是获得了一些机会 传到后点稍微大了点 特利桑头球百度 这下在门前防守学员还是第一时间把球破坏出去 有越位 越位了 半个身子 特利桑这个跑位可能也是让他选择上没有太好的选择 漂亮 就是直接兜圆角了 他是有这个的 在左边趴兜圆角 这次泰山进攻打得很简单 而且就只有三到四名球员参与到这次进攻当中 他还真的瞄着圆角兜的 是 稍微差了一段 得切了 朝着回来 再到底线附近 再向船 折线之后 最后这球是四传四射了 南宗志云刚才的两个换人是把今天的两个边路的球员给换了下来 当然未来是左中卫 这是一个好的机会 看看南通 周迦多还是略带一些干扰的 传到边路 哦 我的孩子不错 质量很高 对很突然 这两步转移的不错 球传起来了 打开两球给的不错啊 扬不扬 啊 非常的可惜啊 这小球传得太有穿透力了 这球好像有越位闲 先看一下能不能打进再说 嗯 对吧 这球我一看就越位了 还有越位闲 对吧 是 登的比较多吧 对 有很多发力登地的动作 对 就是说明这个后防线啊 还是不让人放心啊 这球你别说 打的还真好啊 是 质量不错 对 质量还是蛮高的 其实他现在打到这个时间80分钟啊 也是几乎快全场的一个状态 体力消耗也不小 但是能把这个射门完成质量这么高也 非常不容易了 哎 这个失误了 看看卡塔伊士威力 横向一抹 主球面对两名防守员 自己盘带 一对一 左脚 右脚大门 漂亮 这个球 神扑 神扑这下是神扑 他这几个节奏变相特别好啊 而且这下真的原地 个能力确实强 这叫射门多少还是有一些隐蔽性的 对 表现很出色 注意力很集中 对 江江够到 再远一点就够不到了 是 后腰 后腰这个位置 南中之云这太空了 看来一些威力 给过来之后 右脚大门 漂亮 2比0 锁定胜局 真大腿 真大腿 本场 两回合啊 面对南中之云是打进了五个球 有 确实 克雷桑 太好 锁定胜局 嗯 这场比赛 其实南中之云也比较遗憾 比较遗憾 比较遗憾 对 虽然我说 我说不管结果如何 我觉得南中之云的他这种比赛的这种欲望 这种斗志 我觉得是值得表扬 对吧 是的 主要就是需要在进攻端有所提升 对 缺少像克雷桑这种球员吧 主代办应该是 也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一个压哨的进球 压哨的进球 确实很遗憾 杨不杨今天也错失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